工作人員全副武裝在百貨 專櫃間 以及走道和手扶梯等公共區域 來回進行消毒 新北汐止遠雄購物中心 有確診者足跡 業者9號晚上接獲消息 立刻在8點半 緊急停業全館大清銷 不過隔天一早起來 大樓上班的民眾 還是有點怕怕的 有點緊張 每天都會經過 怕說有重疊 也是會擔心 怕又要居家 多少是會 這邊的上班族很多 這邊公司很多 有賣場 確診足跡到訪民眾恐慌 以往人多的車站商圈 附近顯得空蕩蕩 處理中心最新公佈 這名個案在11月26號 出現輕微咳嗽 卻在28號來到遠雄廣場 他先到2樓的淘板屋用餐 再到同一層樓的保雅 和宜德利家具逛街 最後還去地下一樓的加勒福 採買至少停留4個半小時 附近民眾一聽嚇壞了 別人都會恐懼吧 我好可怕喔 會不會嚇我 而其實確診者 在出現症狀 到確診期間就來了細止4次 29號到宮堅路 這間麵店吃晚餐 員工一大早來準備開店 也心驚驚 心裡會怕怕的 這樣會有點就是很緊張 會不會就是 會不會就是重爆炸 另外個案在12月7號 和8號兩天 分別到超商和藥妝店 恐怕還有其他未公佈足跡 包括當時自行就業的診所 以及親密接觸者 男友的生活圈 在這個地方活動的民眾 建議大家多多利用 我們的社區篩檢站 女子確診前 在細止啪啪造足跡 便及百貨餐廳 超商和藥妝店 等熱鬧區域 也讓民眾人心惶惶 就怕疫情再度爆發 記得張用詞 蔡宇山欣被采訪報導 在今預告 英國 站兒 平板 平板 حد 平板 平板 陽 平板 平板 元 平板 沈 增 平板 順